从Monday.com 我们的部网已经能够接到我们的程序 我们的软件 其实每个人都在 诶? 这么长 开死诶 我的先进床床啊 先进床床吗 我们先进床床来 我觉得歧视是蛮明显的 不管是华人还是马来人都也不错 是吗?马来人也有歧视 你看华人每次我们调侃 东马都是上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歧视 虽然很多人不觉得我只是开玩笑 我也知道东马不是住宿上 可是他讲你住宿上不是真的因为你住宿上 是因为你落空 你们的路不好 你们没有line 要爬上树去上网课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歧视 而且这个歧视我觉得是根植于大多数西马 我先说华人社群的心中 华人社群跟马来社群它的歧视是不一样的 华人社群最主要是看经济发展 所以你那边比较穷 这是事实 你那边比较落后 是事实 火车也没有一条冠船 我们一百年前就有一条火车路了 那马来同胞的歧视又完全不一样 马来同胞的歧视 其实更多是宗教上 这个就是华屋最大的差距 怎么说呢 宗教怎么歧视 因为沙巴沙劳月 对西马的马来同胞而言 有一点像新加坡 他大多数是非穆斯林 然后确实现在是穆斯林掌权 但他之前也有过非穆斯林掌权的事情 尤其是沙巴特别的明显 以前像第一任首长 敦发六六功难的那一位 他就是卡达赞人嘛 虽然最后他也归异了 伊斯兰 所以他们会认为 尤其是保守派穆斯林 东马的穆斯林其实 不是正宗的 因为你们那边 太 liberal了 可以跟那个non halal一起吃饭 对对 所以他们心里也不能接受 东马的领袖来领导西马 他觉得你不够纯正啊 interesting 东马的现身说法 你遭受过什么启示 其实我觉得启示这个东西是双方便的 像刚刚宏律师讲说 西马人讲我们住宿上 其实坦白讲第一次听可能很trigger 可是听久了 我们也会开始玩那个梗了 我们住宿上 怎样怎样 你们也听过很多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想法是 东马人其实也有在习示西马人 那我们怎样bill out 我们那种民族知道吗 你们习示我们什么 我们会觉得 西马仔做事情就是这样 pattern 他们做生意是 比较蓝性一点 会破坏极端 我们会破坏我们沙拉月的经济市场 如果你在沙拉月做生意啊 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洗马一样 洗马一样 坐在一起 怎样怎样 是有这种说法 我们可以去反思 这个奇产的总是 咳咳咳咳咳咳 但回到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资源 放在沙巴沙拉月的话 就会减低这个奇事吗 还是使我们沙巴沙拉月的民族 自豪搞更强 然后更排外更好变西马人 沙巴会有自己的民族自豪 沙巴 沙拉月 其实沙巴沙拉月都有 沙巴甚至我们喊 等下Danny可以讲更多一点 就是 沙巴喊沙巴 沙巴独立是80年代的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被 骗进来马来西亚 但是 事实上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 专注在 我都是洗马人的错 还是说我们要讲错 我们基本上都在这个国家 打到啊 刚才其实讲了很多 政治或者经济 或宗教的面向 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的青春的 那直接去吧 你记得我中学的时候 我有一次过来 KL这边玩的时候 就有认识到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就很认真地 问我 A Danny我问你啊 你们从沙巴坐船来这边要几酒 然后看错他讲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有啊 你们不是没有机场吗 然后他还博了机场 因为我没有坐过这样久的船 所以我真的很吵急 我想问你们沙巴人很久了 那我讲第二个例子 就是在2013年前后 那时候505大选左右的时候 很多人那时候一直讲说 沙巴沙拉越是所谓的定存州 就是给国阵拿掉政权 然后那时候你看网路上面 是骂霜一片的 就是讲说 哇沙巴沙拉越就是政治观念 还很落后 他们活该啊 这样子一路这样的骂霜 大家有想过那段时间 东马人的感受吗 就是很多人也想改变 很多人也想 在政治上面有不一样的结果 这样你们乡村选民 你以为会不开心啊 其实坦白讲 哈哈 我也是这个问题 我只是好奇 坦白讲那时候 我可能也比较年轻 我也会去怪罪于 可能乡村选民 或者是非城市选民 可是 之后我去 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是资源 或者教育落差 所导致的 好我们先请他们出来 我们再借助你聊他 来 我们先听 有权为西马人平凡一下 来 那题目是讲 我们这个西马人 到底有没有歧视 这歧视这个东西 在西马当然是有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歧视呢 在西马的族群之间的歧视 已经有出现了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的互打已经用完了 在互相歧视当中 哈哈哈 跑去歧视东马 确实是没有太多理东马的 反之 华人的层面去歧视马来人的过程当中 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入 东马的土著 把它当做一个好的榜样 哦 起跑 所以来 好朋友 哈哈哈 反而是用这种可能 比较尊敬东马土著 或者尊敬东马的穆斯林那种 相对泰民那种态度 但马来人在西马 歧视华人的过程当中呢 他其实就没有这样子一种 引用东马 但是他们怎么样对待东马呢 他们对待东马 他们可能也不是属于一种歧视 而是一种他们担忧东马的那个形态 会来影响西马 以至于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历史当中 曾经在马来西亚建国初期的时候 呃 萨拉叶的这个首长 曾经想要走一种比较开明的路线 但是就是以 呃 西马的政治人物就用一种紧急状态的方式去打压 所以他们不是歧视 他们是用一个手段去打压 歧视跟虐待 呃这个是那个 斯蒂芬卡罗宁干的这个 这种事件 哦 歧视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非常理清一点 是说 歧视是当你说 我说你不好 但是是没有依据 我举出一个例子 我们说如果西马 以及是沙巴 有很多政治青蛙 当我们做这样子一种批判的时候 那边青蛙政治恨行的时候 这是不是一种歧视 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是一种歧视 这是点击事实 整体上来说 歧视在西马非常严重 但是局限于西马的族群之间 他远远盖过了 Crow out 这个西马对东马这样子一种歧视 其实我觉得我跟尤全的看法很接近 我觉得这个问题 大家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声音 是在于大家对于歧视这个字的理解不一样 可能我觉得歧视是 可能比较制度上面的 对于某些族群的打压 或是怎么样 这个才可能比较像是歧视 至于说 一些个人体验上 我只能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从不同的家乡 可能来到基隆坡一起读书工作 当我们在遇到东马人西马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做朋友的 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歧视呢 比如说刚才来批坐船的例子 他就觉得歧视 但是你知道吗 我是西马吉打人 我来吉隆坡的时候 那种从小在都市长大的朋友 也会问 你们吉打桌是住在高田的吗 然后我就要觉得他歧视我吗 我觉得没有啦 至少我的感受没有像 东马的朋友这么说 我就觉得可能他不懂 可能他故意发现 但是我不会认为那是一种歧视 这是一点 因为我觉得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我们还是相当和睦 可以友好的相处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你们讲的很多在网上上面的争论 比如讲有时候在大选的时候会讲说 东马人政治落后 不会改叉乱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网上看到东马人会批评西马人讲 你们西马人种族分裂啦 没有和睦工厨啦 像我们是不是说这是互相歧视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不是 因为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在大部分的时间 可能我们是相对和睦的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课题浮现的时候 文明的情绪被取一个时候 我们会在网上讲一些很不须责任的话 但这是不是我们真实在日常时候 绝大部分时间的形态我觉得不是 可能就是男友上的小砍 对对对对 这是我的看法 我一来到的时候 如果我认识到西马人 进入新的圈子 我第一件事情我就会告诉他们 诶我是沙拉越人 可是如果我有被歧视的话 说实话 我一说我是沙拉越人 可能我就没有朋友了 他们就会说 我不太想跟他交朋友或者怎么样 可是没有啊 我朋友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反而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开启的话题 诶我没有去过沙拉越 你沙拉越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沙拉越那边有什么好吃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大家所说的 歧视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讲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我自己消化之后 我的结论就是 那是因为双方的太不了解 说实话 我敢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对西马半岛的了解 是只有三百一百而已 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造成大家的理解就是 我看到的是吉隆坡的highway 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highway是负费的 吉隆坡人看到的 就定住地马来西亚广告 看到的是原住民的那种 乡村跳舞叮咚叮咚 但是这些东西 它不是整个全貌 它是那个地方的特色 去到沙拉越你去到厂屋 它是特色 你喝那边的米酒段 是特色 但是 西马看到的 影片看到的宣传品 都是这些特色品 所以他们就会单纯觉得说 诶那会不会这个沙拉越就是长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基于不了解而造成的一个感觉上有歧视的东西 好 原来是有不了解的地方才会有分析 那我们就先请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小圈子 接下来第二题就到我们的众口息 第一题还会猜 不管是东马还是西马 Weepost 都能把好物送到你家 Weepost 提供一站式的带孕服 日子下一个APP 就能够帮你把在中国各大平台买到的好物中一次性的送到你的家 非常方便 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实现购物自由 而且 Weepost 还超级负责 如果你的包裹不见了 他们也会全额赔偿哦 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BPK Air 空运订单可以浮现地区的重量折扣10令吉 输入优惠码BPK C 海运订单可以浮现地区 或者免去重高达5公斤哦 原本8公斤是需要45令吉 可是使用了这个退以后就只需要35令吉 Weepost 也推出了Weepost Pro的一年优惠配套 如果需要3令吉25升 就可以每个月获得免费3公斤的海运包裹 空运的费用可以无限次的折扣3% 而海运的费用可以无限次的折扣5%哦 赶快点击一下链接领取吧 好了 感谢Weepost 接下来第二题 我认为 西马剥夺了东马的发展资源 对哦 认同的清楚 谢谢 我觉得西马有打压东马 看了 哈哈哈哈 从1963年马来西亚 成立以来啦 刚才有讲到 Stefan Gallon 刚刚就 做到月第一任的首席副长 然后一路到可能沙巴 之后大家可能有听说过的 1976年的 松六松纳 包括宪法被修宪 降格为州 还有Catronas 持有开台法令啦 然后一路到PBS 在190年代被 某一任前首相老马 直接干掉 然后有很多的IC project啊等等 一路以来到现在 其实我们发现到很多的 不管是政治上面 还是经济上面的资源 都是有被 严重的打压 其实也许多C嘛 不如说是中央政府 或者是说联邦 从小生活在一个 你连买书 买车 都有分两种价格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买 去Tobula那边要买一本书 有两种价格的 一个是West Malaysia 10块钱 一个是 啊 一个是East Malaysia 12块半 对对对对 这是等你后面的人在有块钱 对对对 包括到现在我们在Shopee买一个东西 就是 Free Delivery Within All Malaysia Except East Malaysia 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 生活环境 难道你可以去explain 去讲说 解释说 诶 哦 没有关系嘛 那边运东西过来要成本啊 可是难道我们生活在东马 就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剥夺吗 那是怎么样 难道 其实 我们可以谈讨其他一些 比较大的国家 像美国啊等等 你可以讲它是 陆地相连还是怎样 可是我认为其中一个方法 是在东马也不建立Slippop 也不建立那个自由感 那中国 如果要运东西过来 可不可以直接来 Futafinabalu 或者是不进那边 这样我们就不用全部东西都到八神港 然后再运过来嘛 它的问题应该是 因为那边的消费比较少 所以导致它的船过去 它就空贵 就很多 所以它塞货 没有那么多 我认为 呃 不一定是那个 消费比较少 因为当初其实 拉伯拉本来也是想要 建立 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 沙巴沙拉越 其实也是有很多高消费的群体 还是你会觉得 应该有西马人 帮你补贴一点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也是其中一个 ok 的问题等等 我第一次做南北大道的时候 二十多岁 来到这边工作 很多人讲南北大道 去Bitman很累啊 去Dropo很累 我的感想是 很爽 因为这路太平了 很好睡 这里面还是约球 Exactly 如果你试过 从西部去丙部路啊 那条路 尤其是在接着Penbonio Highway的时候 它真的Pen 它真的Penbonio Highway 而且死很多人 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出差 用生命建筑来的道路 真的是用生命建筑来的道路 然后我们参图了南北大道这么久 才有一套像样的海味 现在健康越来越好 的情况下 我真的会觉得 诶 为什么不能够早一点呢 像刚才路卡斯讲的 你讲经济问题的面貌 没有错 可是我们那边 东马西马加厦还有六七百万人啊 跟Campbelly一样多人啊 为什么只有是在Campbelly 而不是在Saba Sawa 太傻 太傻 是傻 是傻的机制 是一个考人啊 大家都要赚钱了 没有理由 我去Saba Sawa 就为了回顾他们的利益而亏欠 就不太清楚 但是 是不是 可以多考虑一点 Saba Sawa 我问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也是有听过一些政治人物讲 可能是 我不确定啊 先带走 就是那个 那个道路很烂的啊 其实是政治人物的问题 就是当地政客的问题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完全是有可能啊 也是都有啦 对 我不确定是有可能 像改天你讲的 很多人会讲 哇你们Saba Sawa的人 我们纯马来西亚都改变了 就是你们住在藏屋 住在树山都不要改变咯 落后思想咯 但是回到来 为什么他们要投这政客 就是因为 政客在挤牙膏 怎么讲 我住在Campbelly许 一个藏屋 然后比如说我的选区 有100间藏屋 然后他就不要给他发展咯 那藏屋屋长怎么办 他只能够找YB嘛 那YB 只有 那YB有资源 假设如果今天有一天我藏屋屋顶翻掉 被风吹了 然后 下班 你找YB 那YB把你铺一个亮亮美美的屋顶 你感谢他 另外一个例子是 如果我今天要读大学 我成绩很好 XB拿9个A Plus 我没有钱去史码补书 或者没有钱去英国补书 我找YB YB可以多网吗 他给你一个2万块的奖学金 你会把它当什么 你会把它当救命吗 而且你一辈子都会记得 这种情况下你讲说我要投一个 为国家联邦政府代来改变 可是对我的个人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我为什么要投一个 沙巴其实是走在马来西亚民主最亲近的 你们换到这么多政府的沙巴 第一个政党轮替的一个走行 对 可是为什么这个政党轮替没有带来沙巴的良政 沙巴至今仍然有这么多 比如说 水供电供这么多问题 所以 亚比突然就没停电 2023年 的情况 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情况 当然这个你要把亏咎于电话 我是不认同 那多少都有因为资源分配的固均 导致沙巴跟沙巴有这样的结果 我可以简单补充一下 大概 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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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堪喷拉来什么 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个东西 其实 东马的这种道路工程 这个权限是在西马 就在野防政府 JKR这个权限是在西马 所以我问过一些东马的政治人 等等 为什么不要修那个路 她妈没有这个权利去修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给西马去批的 包括Pangonio Hiway 所以你讲东马 那边很久以前就有想要建一个大造的 Nag blij 安П 所以她妈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这个权利是在西马資权政府的手上 我这边的看法是资源的分配的不公 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是以前你在可能50年前左右 那个时候你首都毕竟是在机动坡 你发展的时候你放射发展很正常 在从机动坡开始 但是毕竟现在是2023 所以它后面其实很多资源 你应该要在这几十年间里面 应该要慢慢清洗 在这个清洗的过程中 我们不确定的是它有两个因素打资 第一个是联邦政府是不是真的是有倾斜一些政策 到东南也就是沙巴或者沙拉越 但是沙巴沙拉越当地的政府 又在主打一些东西 我们就不确定 像比如说你说沙拉越其实没有钱 我不觉得它的准备已经太高了 好像应该是全国第一国 那GDP是比全国还高的 沙拉越 所以你说沙拉越没有钱吗 我不这么认为 而是沙拉越政府到底有没有认真想要把钱花在对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都在讲马路的问题 因为沙拉越的路真的是不好 甚至我可以用很烂来形容 就是我给你一个例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 如果我欠人钱 我想要跑路 我想要从西部跑路去附近 就解决了 那个人就找到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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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状况是 其实马路没有到那么糟糕 但是它因为它有分联邦公路跟州全線的公路 所以在这个方面可能我相信很多沙拉越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分不清楚到底哪条路是联邦应该负责的 哪一條路是周鎮湖一樣不整個的 那至少周鎮湖的路如果說的太大量 那一條是能幫助大家的公司 那現在的概念是連帆路也沒有公司 中繼通路也沒有公司 那到底應該是誰的責任 所以我的看法 可是要昏水摸魚啦 對 所以我的看法我們覺得 有不均衡的發展 但是現在一個要清洗的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這十幾年來 我沒有看到多大的改變出現 明白 那我們就請西馬的朋友 我們先請從來一起做 你最好看耶 好奇怪 對不起 確實有剝削 有剝削 而且是制度性的剝削 我舉一個最直接的例子 憲法 我們來講最高法律 1127條121條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在Saba 從去年開始 Saba律始終我們有一個 把這個課題改造 把他們換了這個 現在來再打 是什麼 其實憲法1127條文 我們清楚查明 所有東馬的稅收 Saba Saba Saba的稅收 40%是要交回Saba Saba Saba 所以在法律上 其實我們是優待東馬 剝削 因為你各州 槟城的稅收是很高 但它不會解決你自己的 包括 112D條文是說 每5年要review一次 給Saba Saba Saba的特點破壞 可是幾十年來都被剝削 所以這些法律並沒有 確實被執行 包括Malaysian government 這個MMA63的合同裡面 各種各樣優待東馬的東西 並沒有實現 但沒有實現它裡面的原因很多 就是大喜馬主義 我經常有用歌詞 大喜馬主義 就是喜馬越樂感 覺得我們重心就在這裡 我們還沒有發展到這裡 我們怎樣去發展哪裡 有先後之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然也是因為內奸的情況 在Saba Saba Saba的令人間 為了獲取權利 我為了不要讓你們過來 你們不要管我 你們也不用給我這麼多錢 我們也不要爭取我們的 既有的權利 但是你要把權利給我 讓我自己 所以這個是互相的情況 我剛才提到敦法 因為六六空兩 這個今年的時候被解密了 所以很多人都關注這件事情 其實敦法 他1963年 他是率領Saba加入Malaysian 為什麼他這樣說 他是真心認為 Saba加入馬來西亞是一件好事 因為馬來西亞的Saba 一樣是英國體制 但是其實很多國家在競爭Saba 包括菲律賓一直都說的Saba 包括印尼的台語 林股接二 但是印尼他曾記的是荷蘭之助 菲律賓他曾記的是美國之助 所以格格不入 而且他也沒有馬來西亞 發展去募發他的進入決定的事故 我覺得林肖 第一點是本身為整個國家創造的資源 他的貢獻是多少 如果他貢獻過多的話 他就應該獲得相應的這樣一個資源 他才可以讓他並進行在那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關於承諾論 我相信很多人都提到 建國初期 到底馬來西亞的成立本身 對於東馬兩方 他所做的承諾也沒有做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分量表現 所以這個原本的承諾不僅僅是在於 所以我們沒有給他承諾的一個主權 來去控制他們的政治經濟 在資源的分配上 剛才提到的NP63明確指出的那個什麼薪水 我覺得這麼多年來累積起來 它是相當大的一個數 在西馬的政府方面 對於東馬的人有出現什麼 帶來的現象 但是我覺得這個現象 除了從經濟前的角度 還要從我覺得 可能我們談剛才很多是公務 因為公務比較實際 從教育跟醫療這兩點 我覺得還是非常需要重視 而實際上 確實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教育跟醫療 我們都沒有看到 其實東馬有獲得相當大的一種照顧 雖然衛生部 但是我覺得其實他們在分派很多的 這個實習醫生 過去方面是做的相當的理想 但是我覺得可的實衷還是不夠 在未來的這個 把所謂的這個資源公平分配過程當中 把這兩塊做的更好 最後我要提到的另外一點 就是說關於這個發展 似乎是說 西馬的這種發展 就是一種非常影響的 就是東馬應該要去追求 我覺得這個我們也標準一個故區 可能在西馬人的歧視眼光當中 屬於落後的 但是可能是更加適合人類生存的這種環境 如果這種形態方面 我們能夠也能夠糾正的話 我覺得我們看待這個所謂的 東西馬發展不均勻 或者是西馬剝奪東馬的發展資源的 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被看得更深入一點 我覺得可能跟第一道問題一樣 因為我是擊打人的關係 我也被剝奪 有很深重的影響 因為因為加穩的問題是 西馬有沒有剝奪東馬的資源 然後你問我擊打人 作為西馬人的其中一部分 擊打有沒有剝奪東馬的發展資源 我覺得 很嚇人 我覺得這個問題對我來講 就是你要講西馬去剝奪東馬的資源 但是像剛才前面有很多也提出了 在西馬本身 如果你講的資源是講發展 講的是經濟 講的是建設的話 在西馬本身 其實不同的州屬之間 也是不平均的 你去問吉蘭大人 你剝奪東馬的發展資源 吉蘭大人可能也是一個問號 對嗎 所以我會覺得 東馬有沒有剝奪西馬的發展資源 與其東馬 不如說像你們剛才講的 那個詞應該是聯邦政府 而不是西馬 因為我覺得大家要認同 就是在西馬裡面 也是有很多州屬 也是有很多地區 跟沙巴跟沙拉越的情況一樣 也是路不平 也是停水停電 也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東馬跟西馬之間的發展 或者是聯邦政府 要給於東馬多少的權力 跟多少的資源 它其實是有很多歷史的原因的 它有承諾的問題 它有中間政治博弈的問題 它甚至包括了 如果 其實聯邦政府已經有播出 一定的資源給東馬 但是東馬的州政府 有沒有真正把這些資源 落實到當地的基礎建設的問題 而我覺得這當中的 考慮是很複雜的 我 覺得我不能夠很武斷的去講 肯定有 但是時間承諾到什麼程度 才叫做公平呢 就是比如講說 你告訴我說 你貢獻最多的州屬 我就要給予 傾斜於你相對多的資源 那麼在其他相對沒有貢獻的州屬 該怎麼辦呢 除了我們喜歡談的自由稅 我們喜歡談的全國的需收的分配 我相信州政府 也是有自己掌握的很多收入來源 土地 森林 河流 這些可能都是在州政府的手上 它們有自己的收入 像前面也有提到說 其實薩拉月州也是很有錢的 那這些錢 到最後是不是花在薩拉月身上 還是它真的有被聯邦政府搶走嗎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 我沒有辦法立馬可以告訴你 他們的問題 所以我不選擇戰爭 我會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會默認聯邦等於西馬 內閣也是有東馬人 代表 Good question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好像 很多西馬人會默認東馬 就三八三拉月差不多 坦白說很多東馬人確實也是 成長的過程裡面是分不清楚 可能KL跟哥達哥蘭丹 Dengganu 確切他們在文化上面或政治或經濟上面 是有什麼樣的內部的一個差距這樣子的 聯邦裡面有所謂的東馬政黨 對啊對啊 部長現在也有蠻多是東馬部長 所以大家都支持不一定的嗎 或者是安華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有點不一樣 因為馬來西亞現在處在可以說 政治 中央政府最沒有絕對權限的時刻 所以大家都可以談 然後條件就可以思想國異了 對我來講 我十八歲以前我在西部長大 我的馬來西亞的認知是 西部是一個華人被穆斯林戰多數的國家 我以為全馬來西亞是這樣 哦哇 真的 然後我以為馬來西亞是沒有什麼印度人的 因為沙拉越的印度人是0.9% 幾千個人嘛 那你遇到你會覺得 哇 你會看到哪裡來的 對啊 哇 而且你們會想像 嘟嘟嘟嘟 你們會想像我們從小 我們東馬 沙巴沙拉越讀的歷史課本 有一個說馬來西亞是個三大民族的國家 然後我們就會問第三個 對 第三個 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是一般人 為什麼不是卡達桑 為什麼是印度人 印度人 為什麼我們沒有看過這個族群 印度人在我們小時候就是長在電視裡面的人 對對對 好 不是更跳舞啊 然後我第一次遇到印度人 然後他會講華語的時候 我更笑 蛤 今天這個section我們互相交流 原來騎打也是發展過後 我知道騎打騎打大發展不是很好 但是我沒有想到 我跟你講你有機會你開車去一趟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不適合的 好那我們就再請大家回到我們的小群群 我們接下來就來到了我們第三道問題 好的進入第三題 我認為提高東馬的地位是有助於西馬的 覺得認同的請出列 他掌握它 然後掌握它 好 都錯完了 是因為大家都不想站太緊的 哦 來來來 原來是這個理由 我覺得我們這個題目他應該問的是 我們馬來西亞要不要 中央的權力要不要下班去各州各地方 因為我會認同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認同去中心化的理論 因為馬來西亞的資源太過集中 要把很多流域 我們馬來西亞原本有潛力去發展 四個新加坡 我們可能有四個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 各個城市它有它自己的特色 它可能在經濟文化上有特色 可是為什麼好像這些特色 全部集中在集中坡 再看回古境跟亞比的話 是不是 為什麼可以把更多資源 放在亞比跟古境 如果我們用經濟的程度來講的話 如果亞比古境的GDP 可以跑到像KL這樣 哇 整個美西亞的經濟是很幸運的 是很爽的 可是為什麼現在好像只有一個集中坡 只有一個八神谷流域 800萬人 他們很好 然後我們 從馬人或者科大人 要去KL工作 有句話是講說 如果在家鄉能夠實現夢想 為什麼我們要被經濟化 為什麼不可以好好在西部發展就好 我聽到一個最誇張的東西 西部的Master degree 畢業去找工作 他薪水1,800萬 怎樣做 所以當每個人都能夠在這個土地實現夢想 都能夠為這個國家的經濟 可以contribute的時候 對整個國家的經濟體質是怎麼樣 甚至對整個區域的經濟是好的 我認為在文化的面向其實也可以幫助整體馬來西亞發展的 因為雖然我們剛才提了很多歧視啊 還是什麼發展資源的一個落差的面向 可是我認為這是相對的 我們換個角度 其實西馬人也會不會有羨慕東馬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認為是有的 像有時候新聞上面會講說 欸穆斯林紅包在我們的華人的餐館那邊去一起 跟其他的族群一起喝茶這樣子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西馬的朋友很可愛的 在底下留言那邊講說 這才是馬來西亞的樣子 然後哇好想搬去沙拉越好想搬去沙拉越 這還笑我們很可愛啊 只要我們去提升中馬的文化經濟的面向這樣子 會不會我們那邊這樣子的一種生活模式 反而是很多人想往的馬來西亞的一個模式 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個模式 我個人是往這個方面去想 在沙拉越因為它的地骨 是跟西馬半島是有一點相似的 再加上沙巴它 它的地也是很廣 所以當你在發展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的是 你每隔多遠的距離要有一個醫療中心 要有一個高科技的醫療中心 那個掃描 至少你那些機器可能每隔多遠 要有一個 那這個標準只要你設立出來 在西馬同樣也可以看到 就擊倒的人 如果要看癌症的問題啊 或者是心臟的問題啊 也不用特地真的開好幾小時的車 來回吉隆坡 這對病患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在沙拉越也是有一樣的問題 假設是在鄉村的 它要從鄉村裡面坐小船 去到西部 然後才能坐長途巴士 去到古境 所以它是一個很恐怖的一個路途來 所以回到來我覺得 改善的只要從那一邊最困難的地方 左手 對西馬來講絕對是好 好來西馬的朋友們覺得呢 身為一個西馬的非牧司令 目前掉在我們頭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間就是綠朝氾濫 如果我們現在把東馬的地位提升的話 是至少在短期內 抗衡綠朝直接一舉夺下中央政權 主導馬來西亞不管東馬西馬 命運的一個短期的解決方案 所以它肯定是好的 我的猶豫在哪裡呢 是在於這個國會議席給了出去過後呢 東馬的這個選民本身 他是否有足夠的這個智慧 最後選出來的 是能夠真正促進馬來西亞法治 很多人會說這個東馬這麼多元 他不會去接受 由這個所謂的一黨主導的政權 但是如果一黨給他們這樣一個承諾 我們這邊大肆地回教化 但是我們不碰你們一分一毫 甚至還讓你們東馬更加的自由 那我們就移民去東馬 對不對 當然因為特別行政區 對啊 能收留西馬 我的猶豫在此 但是我的期待也在此 大局上來講 肯定提高東馬的地位 不只是有利於西馬 一定是有利於馬來西亞的發展的 從經濟體量來講 從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在全國各地來講 它肯定是好的 但是回到去就是 像猶犬帶來的可能性 就是如果我們所謂的提高東馬 地位有幾個做法 一個是經濟上面的 肯定就是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發展 這個東西我覺得 我可以認同 而且我覺得 像前面東馬朋友也有關心了 一下幾打之後覺得 西馬的很多其他表現象的地區 也需要再努力的發展 另外一個就是政治考量上面 就是如果今天地位同等了 那剛才有東馬朋友講說 其實西馬人很嚮往 尤其是西馬的華人 可能很嚮往東馬 相對種族和諧的情況 那東馬的地位提升了 或是他沒有更多的政治話語權了 那到時候這個東馬的首相 他是不是會 以整個馬來西亞的角度出發去考量 整體的發展 還是到最後他其實還是會回歸去 只是為東馬爭取他們的權益 爭取他們的石油稅 這是可能會遲疑的地方 就好像東馬人會覺得 過去一直以來都是西馬人在當首相 然後西馬的首相 西馬領袖主導的聯邦政府 其實並沒有過多的照顧東馬 但如果提升了地位 到底到最後我們的領袖 不管是來自東馬 也好 當你有足夠的地位跟能量 可以擋上首相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以照顧整個 來西亞為主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沙拉瓦或者是沙巴 現在是一個獨立國家 它的發展跟現在會有差別嗎 我相信很大的差別 因為去過沙巴沙拉越的都知道 好山好水 它的神山不用說 沙拉瓦當然 它的旅遊資源沒有這麼 跟沙巴比不上 但是它的天然資源 我相信是冠絕馬來西亞 所以只要把這些資源真的用來發展 它人少 它帝國 可是它可以是一個很先進的國家 包括我們講給吉打發展 給吉蘭丹發展也是好 但是東馬本身有它的先天優勢在 而這個先天優勢是一直被忽略的 這是我想要講 不管在政治上也好 在金融上也好 它的地理位置也不錯 連接另外一個先進國 澳洲的銷量 所以 這個我相信是不用爭辯的 但是我沒有像劉泉那麼樂觀 劉泉說可預見的未來會分三分一 我覺得 在現在的政治局勢之下 短時間 不可能給東馬三分一 雖然我們都很想 剛才從韓有講到這個很有趣的觀念 就是東馬人當首相會不會比較偏心還是什麼 像我相信哥達人應該有一個感同聲說 馬哈地做了這樣多個首相他來不夠 然後哥達有因為這樣子被發展起來嗎 沒有 沒有 我也去過那個如馬馬哈地爾的那個地方 我也去過阿羅斯達 對啊 欸他做了22年又加22個月 對 他做了這樣久的首相 難道他身為一個吉打人他有沒有去發展吉打 我認為跟東馬不相上下啦 就是那個結構 所以我們可以 哇同樣的跟下去前進 讓東馬人做一次走 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我更擔心啦 因為你這樣講只是告訴我們 所有的人當了首相過 他其實都不會關心鬼滅 所以我們試試看可不可以突破一下這個結構 要東馬人試一次 他為了 他為了要讓西馬人支持他 大家 不要緊啦 我有了 好啦 我們講什麼都不算了 對不對 但是 大家如果有這個意思決心 像他們講的這10年來 大家有網絡 有讀書 大家都更關心政治 我們相信會不會太好 是 也希望我們可以通過今天的日常 討論 然後第一 我們交流了東西嗎 之間的那個 才藝到政治 是 好 那就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跟手吧 我跟手吧 謝謝 我跟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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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東馬是馬克的一片海 我們依然還是一家人 所以 請問我們這個影片 大家可以知道 東馬人不是住在書上 他是住在我們的心上啊 是 跟手 是 你說的 你說的 邀請 他 他 最後兩隻啦 193 1 2 2 1 5 4 4 5 5 但是呢 很遗憾 当时欧洲人对世界并没有准确的认识 尤其是对于亚洲这边 都是想象的 他们对亚洲的印象主要来自一本很有名的诗 对 马格勒游记 也叫《东方剑本路》 马格勒是十三世纪社人 他家是唯一四的远东商人 就常年做远东生意 传说他曾经通过四族之路去往亚洲 游历了很多 也游历了很多年 说总共在亚洲戴了24年 他去过了国家的包括中国 印度 东南亚 甚至他还听说了亚洲最有名的国家 日本 就说在中国的海的另一面 还有一个国家 他把这个日本说得太深了 他是听说的 说日本这个国家 遍地次黄金 铺在地上的黄金有粮食货 说这个国家 海岸的线上全是珍珠 那是非呀 珍珠 全是天然的珍珠 所有树木都散发出香料里的香味 就说这么一个全是宝物人 他没去过日常 只能听说 听到他某别人说的 那么他后来回到尼尼斯之后 正好尼尼斯和中卫的国家打在前面 他就代表自己国家出战 结果在战场上被辅住了 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他在监狱里面遇到一个女友 叫鲁斯蒂迁 这个人是意大利人 他起来没事就跟鲁斯蒂迁说 说我以前去过中国 你是亚洲 他也老了你吧 遍地死了你 一顿书就把他在亚洲所有建门都告诉这个鲁斯蒂迁 这有点不自然 就按理来说在欧洲人看来 吃东西一辈子字 应该是很特别的 是吧 他没讲到这个事 或者是有次递签了 可能就忘了写着了 看得清楚 冷鱼 马可不如说的可谁呢 他说他去中国 见到了杜比利 还给他做梦 当了三连故人呢 这世界四真是假的都不知道 而且他还说自己会中文 他说中国当时北边呢 叫突厥 南边呢 叫蛮子 这个是有写的 那确实是什么 对啊 但是有可能是道听同说 都是青春的 对对对 有可能 那么这个马可多罗游记出来之后呢 整个欧洲人呢 就对亚洲越来越感兴趣 后来过了不到200年来 欧洲呢 就开始大汉为之内 就冲着亚洲又来了 那么首先开始大汉的国家呢 就是葡萄牙 因为葡萄牙在整个欧洲的最西面 它是最混沌到西面 不过他们陆地 所以啊 不断的加价 到他手里下 都相当很贵的 他是最确信的 而他离海特别的精 出海特别的旁边 所以他出海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后期相对 于是最开始呢 就把目标定在印度 他就听说 因为对于中国那边 不是很了解 就知道印度肯定有相对 但是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 要从葡萄牙去印度 必须绕过飞扬 而非洲下面有多大 他是不知道啊 能不能绕过去也不知道 但是不绕也不行 于是在1487年8月才知道 葡萄牙著名的恒岸家 也是葡萄牙的贵族 迪亚士的率领三搜翻车 开始沿着非洲大陆的西战 向南巡船 尝试绕过飞扬 一直沿着河路走 因为他要不紧 他要走多远 他是不知道啊 探地图 那么在船队航行的5个月之后 也就是1488年年初的时候 他大概到了好望角这个地方 但是他不知道是好望角 也不知道能过来 好巧不巧 在这个地方遇到了风暴 把他的船队啊 一下推到了海里边去 吹哪去他不知道 他就往东行驶 他想找大陆 结果航行的一段时间 也没有发现大陆 糟了 我就到哪了 他就开始往北走 结果再次见到大陆的时候 发现大陆已经出现在左手边 他知道 我绕过翠州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迪亚士就像说 既然我们一绕过翠州 我们就直接去找印度 因为印度啊 大概在什么位置 他能猜到啊 往东北走进去 但是呢 这个时候很多船员就不远的 他们要回去 为什么呢 就在这个地方遇到了风暴 所以我们都害怕了呢 探地图是个相当危险的事情 就有可能回不去了 就有很多人说 要回去 没有办法呢 迪亚士就设计成队了 往回走了 往回走了 就是走到了一个角质 往这一转来说 这肯定就算非洲的最难断了 而这个角呢 由于他们是遇到了风暴 迪亚士旁命中的风暴角 然后随着飞州大陆 又回去了 回去了 整个这个行程呢 十几个月 回去了之后呢 就抱抱着这个葡萄的葡萄的葡萄的光 开心的说 我们终于找到这个飞州大陆的角了 在过去咱们就能找到印度 寄与了我们美好的希望 所以把他的风暴角盖名叫好黄酒 美好的希望 那么突然发现好黄酒这个事情 很快传到了欧洲各个国家 西班牙有时候 西班牙就有点着急了 人家都已经找到怀疾了 这个时候 这边有一个人 说他愿意带给西班牙去找印度 这个人呢就是著名的 一大地方 这个哥伦布是个意大利人 为什么代表西班牙出海去找印度呢 其实哥伦布是个意大利人 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 因为哥伦布目前留下的所有书稿 没有一个文字是写的意大利来的 都写的西班牙语科德牙语 或者西部来语 对对对 所以他四个意大利人他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名字 却是个意大利人的名字 哥伦布什么意思呢 就是 剪羊毛人家的儿子的意思 所以回忆他小时候 在很小时候 应该是跟着传队打工啊 经常见识 见识 见识 具体是不是这样 目前不知道 是猜猜的 那么这个哥伦布 我听说欧洲各个国家都想 远航去找印度 他就自告非语 说 我愿意替您去找 如果我们有的传言 有的传言 所以去用我们的资助吧 他首先就找一大利的统治者 一大利当时的统治者 我们也同意 对着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 哥伦布要去回报 说如果找到印度 或者是家中间 有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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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人也不敢 你能不能找到 不知道啊 你可说 哥伦布要去找 只是找到活了就可以 第二个传言 就是 哥伦布啊 它是间隙地球四季 他说咱们不忘东边 虽然听说印度和中国都在东面 咱们和西边 西边应该死捷径 能够更快的东西 他为什么觉得西边更快到印度呢 是因为在1491年 那个时候有一张地图出现 这个是德国会计不实会的 说这就是世界地图 其实啊 亚洲这边都是他们想象 欧洲这边会的还差不多 非洲就夏儿也都是想象 你看这个地图 如果地球是圆 明显从西班牙走到 往左走 马上就到印度这边 到亚洲这边 对不对 它一定很近的 但是哥伦布 其实发了个错误 就是当时会同事 就固执地图的人 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们特别喜欢的 地图画的很满 这是什么习惯 就是说 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也会给它画上 所以亚洲这边也没有特别画上的 按照自己的想象画 这个哥伦布那边就信了 倒是这个主流的地图了 咱们往这边都干嘛 你往下走 然后我们到黄酒都在办 咱们往这边感觉 感觉一个人 这个意大利这边就不太相信他 因为有的人相信你就是 有人不信他 嘿 did you hear about a brand new and innovative way to clean your ears? forget枇权 那不是 这种东西 因为用了 尖量的 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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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么 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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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r要使用Fiddler All specif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you need Can be found right in here Next we have our Earwax Cleaner Case which accommodatesFiddler itself And two different tips The Twiddler tips are made of Soft high quality silicone Which have a zero chance of damaging your inner ear The unique spiral head tip Is designed to catch Earwax and remove it with an effortless twist in motion instead of pushing it further down the handle feels comfortable in your hand definitely a plus considering that you will want to use this tool on a regular basis we have reached the 5 million mark of sold twiddlers so to celebrate this amazing goal we are launching a 50% discount for the next 24 hours I know you want to see how it works it's very simple make sure the high quality silicon spiral tip is attached to the twiddler handle gently insert the twiddler spiral into your ear turn the spiral clockwise to remove excess earwax gently take the twiddler out and rinse the tip clean your ears a few times each week as the instructions say when I showed you how it's easy to clean your ears using this modern method how could you go back to using those old cotton swabs which were not design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first place click the link below to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and claim your discount today get a twiddler the disclaimer today the 하니까 and bam what a three heck go to UN week est I don't think they'd ever be repeated. They are as tough as the steel they grapple with by hand, performing a challenging and potentially dangerous task. Steelworkers removing literal tons of beams in reverse of the way they were installed in the Salt Lake Temple two and a half years ago. Replacing and installing the beams was a pretty delicate process. Girders that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seismic upgrade to the Salt Lake Temple. It's been kind of a long journey to give us here. These huge beams temporarily kept the fourth and fifth floors of the temple in place while construction to retrofit the seismic upgrade system happened on the floors below. There is some really old iron inside of there that had to be re-supported. We were attempting to keep the building standing while also removing portions of the building that allowed it to stand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I don't know another building that's this old that will probably get retrofitted to this magnitude. The solution, a specially engineered hydraulic system consisting of 50,000 ton jacks and hydraulic manifold stations installed on the beams to support the floors during construction. We took the weight that was bearing on the historic Pioneer walls and transferred it to the temporary steel system both pushing and pulling from below and pushing up to take that loadand continue our process. lasers assisted in showing any discrepancy or shift in the elevation level. The system was monitored weekly and hand-adjusted if needed. We didn't get as much as an eighth of an inch of saddle or sagging anything so it kind of stayed right where it was originally at. The unique structure requires unique solutions to challenges that we faced. The team came together and created that solution and it's truly a modern marvel of engineering. Once the retrofitting was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removing the beams started with a lot of planning, organization and keeping everybody safe. That's why we did it at night. While the rest of the city slept, more than a dozen steelworkers were hard at work removing steel gusset plates from 36 inch tall beams, e section weighing in at 10,000 pounds each. And then if we did put some of those connections splice plates on there you could be upwards of 13,000 pounds coming across the wood floor. The combined weight of all the steel used to support the floors is over 200,000 pounds. Pahn says welding would have been faster but not worth the risk. To avoid the risk of fire we used splice plates and bolts in lieu of welding. Although it did take longer it was a safer and better option. Moving the tonnage of steel beams was its own challenge. Steel pipes were used to roll the beams. Engentry cranes were used to hoist and move them. which demands synchronized teamwork. On a project chuck full of difficult tasks, possibly the ultimate challenge when it comes to removing 10,000 pound beams from such a historic structure, pushing them through the iconic oval fourth floor windows. Because our windows were very small to a slight amount. Any over way in the beam side or the crane side, it could hit the windows, damage the granite. It was pretty tight. Connecting beams served as counterweights, so the extracted steel could be lowered safely by crane. The most challenging was trying to protect the windows, making sure that the beams go out square and flat. Steel workers,they're tough. At times having to use brute strength, other times finesse tha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protecting a sacred structure like the Salt Lake Temple. and most importantly staying safe while making such a historic contribution. There's no other job like it out there that we'll ever see again in my lifetime. This is easily the most challenging job I've had in my career so far and will probably have throughout my career. But it'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hat I could not pass up and I'm grateful for daily. When I walked out of this building head high, I feel like I've accomplished probably something in my life that never would have had the chance to if I hadn't been part of it. It's going to be pretty dang tough to talk. So, let's see. - - 那么大型人不同意 哥伦多语去找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喜欢航航 他们必须航航 但是不在牙人听了他的条件之后 也没同意 因为百分之十 而且他们也不觉得往西走会倒影 换句话说往西走风险太大 西北有什么完全不知道 有些人甚至觉得往西走 会掉到世界的外面去 这犯有边远的 然后哥伦布局找西班牙人 找西班牙人这个事 有可能是葡萄牙人给他支持的时候 说我们不同意 我们是神秘中间的事 他人会 其实他们往这个好棒角色走 肯定要找印度 他觉得往西边没机会 所以想让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还真是同意 一开始也没同意 后来还找了一个中间调情的人 好说的也说同意 西班牙人没什么同意 对他们着急 一人不在思议 当时没有人敢了 因为出海啊 一去就好几年 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一会我给你讲一个案例 就活着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到什么程度 葡萄牙还没去 葡萄牙准备还去 但是又准备 又准备很多年 去一趟可能也去了很多年 那么当时西班牙女王一家 被拉了也同一次去格伦州 说你往西边探吧 于是格伦州来了 1492年8月份 带领30艘西班牙的帆船 从西班牙出发的时候 一路向西 准备从另一个方向照应 结果船出发没几天 船上船员就不干了 周围啊 什么参照屋都没有 人家往南走 早就非洲拐角路 用读解啊 咱们这是周围啥没有 只有很 太吓人了 而且很多人相信 有人说了 会掉下去 于是就让格伦布返回 格伦布说没字 过两个天就到了 狠金门 你看地图上就这么患了 所以在联邦那片的基础之上 船员就要坚持下去了 结果是航行的70天之后 1492年10月12 谁是不断掉往跑 看一眼又不断 哎呦 接下了他们愣坏了 但其实人家是哪 巴哈马去哪 岛上当时是有人的 而且是出于石器时代 然后他们就继续又往西走路 就到了古巴 到了古巴之后 看到这个岛上的原住民 皮肤又灰 印度人 硬点 硬点 我们终于找到印度了 怎么样 我说地球是圆的吗 你们还不信 这才几天 70天我们就到印度了 他们往下走过半年 才能到好旺角 看看全都是印度人 所以今天美国的原住民 被称作印第安人的原因 在这 还有一个中美帮方法 这影片 被称作西印度全岛的原因 就在这 因为他们以为这是西边的 马哥都发现西边的印度之后 得累了 西班牙国王警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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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反映你了